經報新聞新聞新聞報內幕 最真相 歡迎上線 觀眾朋友晚上 我是呂慧 我們帶你來看看 這個柯文哲跟國民黨 簽了六點協議之後 很快的柯粉大爆炸 柯粉大爆炸完不久 柯文哲哭了 黃國昌入黨了 黃國昌入黨之後 我們來看看 禮拜五的傍晚之後 黃珊珊取消所有的行程 坐鎮在總部之內 想的是什麼 想的是這六點協議裡面 所謂的統計誤差範圍 到底該怎麼算 他們研究了一天一夜 甚至在禮拜五的晚上 下午就要求國民黨 在晚上的六點以前 公佈所有的原始數據 他們要進行審閱 鷹派開始抬頭了 那個傻傻 那個傻傻 林隆世的柯文哲 躲在了這個娘子軍的門的後面 開始硬起來了 那當時大家想說 要翻桌了 一切的一切都在為翻桌做準備 好 柯美蘭怎麼說呢 我們先懷疑就是說 總統給你做 我們臺灣林隆是要這麼安心 因為柯美蘭怎麼說 柯美蘭說 我們柯文哲有亞斯伯格 每次選到亞斯伯格再來 我們柯文哲有亞斯伯格 沒辦法分辨好人或是壞人 都把談判對手當好人 所以被騙了 姚立民這個最瞭解 柯文哲的男人怎麼說 如果你連 他也沒質疑他說什麼 亞斯伯格什麼 這都先不要說 他只問 如果你連好人壞人都不能分辨的話 你還能當總統 你還能管好國家嗎 這句話簡單明瞭 不要在那邊跟我糾結 誰贏幾%誰贏幾% 重點是 你的妹妹又挑出來幫你托詞 說你是亞斯伯格 你不會分好人或壞人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你告訴我們 你憑什麼選總統 你現在看國民黨的公料 你發現說你這個器械投降 你獨孤球派 其實你就是想要 接下來的選舉當中 在國民黨的羽翼之下 當一個副總統 分幾個部會首長 你腦子裡面想的是這些 出了談判座之後 發現兩個娘子軍 陳志涵跟黃珊珊 對你大眼瞪小眼 兩個娘子軍 都递出辭辰的時候 你知道這樣不行了 接下來的每一步 都是在為托得做準備 好我們現在是這樣 你人可以機關算盡 算盡之後 人民買單不買單 科粉現在真的因為 柯文哲哭 柯文哲托得回來了嗎 柯文哲又說 沒有 我們還沒有破局 再給我一點時間 再給你一點時間做什麼 就郭台銘你們喊價嗎 你到底要的是什麼 你的價值到底在哪裡 你的價格 很多網友問你副總統的價格是多少 你說國民黨不分區是標價的 現在我們就要請柯文哲去問問韓國語了 你這個不分區第一名 價格是多少 好說來說去 國民黨的基層氣憤難耐 從頭到來柯文哲在禮拜六的時候就嗆聲了 你好有一個國民黨 你就直接大聲勇敢的講出來 你就是要欺負我柯文哲十趴 六趴 這樣到底國民黨是否要欺負人家 這六趴呢 後來直接發現說 兩個人的算法都不一樣 中間的眉角 等一下稍微來了解一下 先來介紹一位來賓 主題叫是資訊媒體王二德 國民好大家好 民進黨新北市長部主委何博文 大家好大家好 來介紹民進黨的台北市議員 簡舒培 國民進黨大家好 我們來介紹的是這個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黃建平 歡迎民黨平安 來介紹的是資訊媒體陳東好 大家好 世事大會取名義務反顧 支持者情緒激昂 柯文哲講著講著也義務反顧起來 我會繼續用台灣民眾黨 總統候選人的身份 拼佔到底 以民眾黨總統身份選到底 言下之意是如果要整合 侯友宜只能當副手 否則柯文哲也可能獨立參選 只要你們不放棄 阿伯也不會放棄 柯文哲講到微微哽咽 下軍令狀拼進軍國會 剛加入民眾黨的前立委 黃國昌到場相挺 柯文哲全家也到齊 我和柯文哲 會努力為國家奮鬥 要選還得營造悲壯感 柯文哲進場前所整合上台後 說以民眾黨總統參選人身份 選到底 國民黨則重申展現最大的 誠心 耐心 持續協商 只是隨著柯步步進逼 耐心還能讓幾趴 面對柯正宜指控 藍要求讓到6趴 侯友宜不忍了 先反擊 不是侯友宜說得算 也不是柯文哲說得算 石板名副臉書發文 已讓棋子形容藍白河 還透露日本政界有人詢問 為什麼民眾黨要在民調上 要讓國民黨幾趴呢 國民黨候選人是來自於 弱勢團體還是有保障條款嗎 北市議員秦慧珠 臉書也發文感嘆 侯友宜讓3趴 侯柯沛沛讓人沒有辦法 贏過柯侯沛 真的讓人很無言 詹江春也說 變本加厲要求讓6趴 還能走出去見人嗎 侯友宜夠不夠強 自家內參民調也認證 也難怪百年大黨得看盡 好這件事情呢 不是說先賣人先贏 國民黨溫溫吞吞的 但是是不是比較有說服人呢 好原本呢 是搞了九個民調的 這九個民調裡面呢 民進民眾黨說不公平 所以刪除了哪幾個 刪除了這個 這個 東森全市化 他沒辦法 再刪除了手機卷訊 這樣他沒辦法 還有再刪除了一個好好聽 沒辦法全市化 所以這三分被刪除的 是侯友宜贏的 所以如果這三個 國民黨不答應刪除的話呢 侯比科是叫做八比一 侯八科一 去掉三個不要之後就來到了這個 柯文哲說的 國民黨的計算方法是五比一 侯友宜贏五個 柯文哲贏一個 那麼如果按照柯文哲要的方法的話 叫做三比三 那我就問三比三 誰要當政的 誰要當富的 我是建議說兩個人都當政的 這樣你說好不好 大家都想要做政的 就都給你做政的 他們要叫來叫去很麻煩的 狼元大什麼 他說沒錯 你們現在要的不是民調專家 他就是民俗專家 自己拔杯就好了是不是 邱毅這傢伙之前是國民黨 一開始是親民黨 後來變國民黨 那國民黨求不分區 沒得到之後 糞人跑去新黨 那麼在新黨隱藏很久之後 你也以為他總是新黨或國民黨 沒有這次現身出來 都一直幫民眾黨的柯文哲講話 柯文哲 邱毅說什麼 柯文哲已經做了極委區讓步 國民黨卻還是蠻橫無力 要小黨濫分再加大 這是朱立倫派出來的國民黨代表專家 常殺招 趙朝康怎麼講的 趙朝直接說了 柯文哲耍賴 到底誰有理 誰無理 都各有一套說詞 但是重點是 人民的心是怎麼想的 會不會很多人就會覺得說 就扭三八 現在人人扭六八 柯文哲真的有夠可憐 有夠威勳 都不要看好人 不要看壞人 好 現在國民黨知道過去這幾年來 民進黨是要怎麼過日子的 你知道了吧 柯文哲講什麼都有話講 然後柯文哲不管跟你承諾什麼東西 都可以翻 那麼你說他到底有沒有破局 柯文哲說是沒有破局 還要再協調了 為什麼 因為他等到二十四號的下午 五點在此之前 由他怎麼去玩這個國民黨 然後由他怎麼跟國民黨之間 還要劃就對了 那麼剛剛惠銘講到說 國民黨的這個孫立法委員 這些候選人裡面有好幾位 真的有人建議 乾脆就直接做兩個靠子 直接兩個人抽靠子 抽籤決定政府 我講坦白的 不是開玩笑了 就抽籤交給老天去決定 那麼昨天到今天 那這些所謂的紛紛擾擾 為什麼不能在昨天早上十點記者會 馬英九經濟會 直接定到底是侯科還是科猴 英明很簡單 叫做一差個表 什麼呢 誤差 到底是三趴 還是六趴 還是開趴 知道你說的 我說我沒有 我說我就是三趴 你說你沒有 不是 你把我用六趴就對了 那麼最詭異的時候 其實早就料到 我在之前就找到 這個人是無比善變的人 你想想他 他連靠就可以靠 讓他直接看對不對 他什麼事情做不出來 他盡情說我們要奮戰到底 我們要推倒了你的高強 最後最後推倒自己 這個等於說白色的力量 他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所以國民黨現在開始發現 他跟你想像的不一樣 你究竟在六項協議下面簽字 就OK 水稻渠成指向技術性的問題 你看那天朱立倫跟侯友宜 還有馬英九笑得多開心 柯文哲昨天應該用那一句馬英九 告訴他的話還給這個等於說國民黨 你沒有想到會變成這樣 你就知道他這個人的個性 那麼今天到底是怎麼回事不知道 但是兩邊笑嗎 笑沒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國民黨直接K回去 K回去黃珊珊 他認為說是黃珊珊 因為是黃珊珊不讓這個人說 民調專家簽名 他認為主戰派是黃珊珊 所以包括林濤的這些國民黨的人說 你如果不想合作 就會有一百種理由 我跟你說他就這樣講 然後黃珊珊就說 我們是按照規矩來 我們認為這樣不妥 所以我們不簽 再進行一個協調 好 現在有一個問題 我問你 再進行一個協調 是一定要協調到你贏 才叫做真正 國民黨從頭到尾都認為 我就是要做正的 我說彈珊珊 不管你維遊西歸 怎麼弄 少來 不是 我問你 黃珊珊說還要再協調 要怎麼協調 一定非得協調到柯文哲是正的 黃珊珊才要買單嗎 大家現在都在玩一個 玩一個膽小鬼遊戲 兩台車 飆車對不對 前面就懸崖 看誰最靠近懸崖的時候 誰先踩煞車的書 很簡單 柯文哲現在就跟你拔24號 24號下午的5點 看你國民黨先踩煞車 還是我先踩煞車 然後這個時候會不會跟你 又開口跟你要什麼東西 很難講 不過請問柯文哲 每次只要遇到事情 他會怎麼辦 請他這樣的娘子軍出來救駕 各位 柯媽媽連續兩天的發言 讓我覺得柯媽媽才是一個 有骨氣的人 為什麼 直接開罵 之前說我們好事 不要算 要做護衛不要算 對不對 直接人家開罵柯媽媽怎麼說 直接挑明罵 中國國民黨主席朱立倫 吃人厚厚 最後連那句話都講出來了 叫做什麼 叫做欺負人這麼不會建設 我的天啊 這以後 以後怎麼合作 以後你討欺還要拉著那個 你嘴巴說叫什麼不會建設的人 都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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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柯媽媽有層次的 剛才郭台銘說人家就編了 他都我們聽了 沒錯 剛才朱立倫就不會建設 但是因為要選總統的是侯友宜 你有沒有發現他還沒開始罵侯友宜 還在埋伏筆 有層次的 還在等24號下午5點 好 那麼柯妹妹 柯美蘭已經出來了說 我哥哥就是因為亞斯伯格 認為他就是很善良 認為大家都善良 才會被人家這樣欺負 我選到底 不管怎麼樣 我都要選到底 好 重點來了 因為昨天有個羅森門 柯文哲 不好意思 柯文哲不是說 他睡著了手機關靜音 他是不是這樣一個人 我們就拿過去柯文哲的案例 來告訴大家 柯文哲在2015年的時候 7月9號的時候曾經講 重點不是在哪裡睡覺 重點是手機有沒有打開 叫得起來 叫不起來 叫得起來了以後 腦筋清不清楚 各位 不過這個問題 不用問外科醫生 因為他不會發生 他今天說他手機關靜音 然後叫不起來 那時候的杜華局長林祖銘說 人家記者問他 柯文哲說24點鐘都要找到人 問他記者問你要多久找到人 他說我2.4秒就接起電話來了 意思就是柯文哲都找到人 今天答案揭曉 我剛剛說過了 柯文哲每次遇到什麼事情 梁子君就出來救駕了 陳佩奇出來救駕了 陳佩奇還原現場 為什麼這樣一個人 24小時大個大不關機的人 為什麼他那天沒有接到電話 他說那天他老公柯文哲從苗栗回來 11點多啦 所以去做這些事情 但是因為陳佩奇感冒了 一直咳嗽 所以後來睡覺的時候 手機就是說 老公柯文哲的手機 應該是做民調電話 民調電話有人凌晨1點還打電話來 結果我沒有了解 他說最後他應該最連 照例來說你什麼事去接電話 你應該是去接你家裡的室內電話 結果他竟然把電話線給拔掉了 充滿了戲劇效果 你知道嗎 最後說他老公回來的時候 處理完事件後發現 手機呢 手機呢 找不到 他說在面前 柯文哲說 那你把手機關靜音不就好了嗎 後來就把手機關靜音 兩個人就睡覺 睡到早上的時候他老公跟他講 不得了 這麼多電話 這麼多電話 然後都是人家找來的 然後後來各位 重點來了 重點是他比較要怎麼說 他說 問他老公到底什麼人 說一段時間打你 一段時間打電話要找他 說國民黨叫他女六趴 意思叫他女六趴 這樣就好了 所以他在他前面敘述了 一堆堆的場景 就在描繪 他老公為什麼手機會關靜音 為什麼會沒有接到 為什麼最後的結果 會人家打 是由黃珊珊下令不簽 他在改稅流程 就對了 可是問題是你講的 跟我們所知道的常識 還有跟我們所認識的 柯文哲是不一樣的一個人 所以很奇怪 你明明柯文哲明知道 明天早上10點 你掛電視是要吃還是要扶 要做總統還是要做人的小弟 對吧 你怎麼可能在凌晨一定 為什麼 因為人家民調專家 你們派出的民調專家 跟人對方的協調以後 一定要打電話或是傳解釋 回報最後的結果 你是要選總統 還是要做人生的 所以這些完全不好邏輯 不合情理 這個月7號週五 周開蓮更被直擊 現身柯文哲進走 一度傳出銷來拍競選照 看來周開蓮隨時在牛棚熱身 傳出國民黨也曾沙盤推演 關鍵時刻 將柯真從不分區名單拉出來 出任副手回選 看似對副手沒興趣 但上回選高雄市長 也是從拒絕到接受 柯文哲競選總幹事黃先生 被藍營靠轟 是藍白河破局戰犯 因為在檢視民調的關鍵時刻 找不到柯文哲 是黃珊珊拍板拒簽 黃珊珊臉書反嗆國民黨 不簽不平等條約的是罪魁禍首 那不願依規則 正正當當比賽的是燙鼓嗎 11月15號簽協議當下 柯文哲因為有疑義難難自語 但還是嗆投降簽字 字是柯文哲簽的 但關鍵對戰 請出黨內主戰派 藍營支持者也傻眼反彈 柯文哲簽署時 明知道右黨副手 連監督的部會都選好了 結果搶投向簽名不算 還把香爐直接推倒 但這整件事情我要譴責的是 民進黨 為什麼 他先派去 柯文哲一個人 從臺大地下走出來的時候 都還不知道接下來工作 在哪裡的時候 一口氣不知道怎麼生的時候 民進黨出人 出錢 出力 柯文哲就走進來就好了 就站在民進黨蓋好的這個 城堡上選上了臺北市長 他過去就這樣做市長 為什麼他這次不可以做總統 為什麼他這次民調一對一 他就是好友誼 為什麼他國民黨沒有辦法 把紅地毯鋪好 就迎接他偉大的柯文哲 直接來選總統 這敢說不是民進黨的錯嗎 是對不起 對不起大家 所以為什麼柯媽媽要說 國民黨那三個字 不會更小 民進黨都錯了 為什麼你國民黨不行 是 為什麼國民黨不行 就算那個 昨天柯妹妹不是在那邊哭嗎 哭說這個15號那一天的 這個密室協商裡面 三個國民黨都穿皮鞋 欺負我哥哥穿布鞋 我哥哥是做時事的人 我說國民黨就是說 不記得穿一個皮鞋 給柯文哲換上 再一起談 就不會這樣被吃豆腐了 不過今天早 這個禮拜六早上 因為我到彰化去 沿路一直在等著十點 結果十點還沒有到 就開始講說 就開始所有的新聞全部推播 國民黨過分 要柯文哲浪6% 就是全部全部推播了 所以大家就在講說 你國民黨也太害怕 你這個堂堂的最大在野黨 居然要人家柯文哲浪6% 是有這麼難看喔 非侯友宜是這麼爛嗎 你這樣子怎麼選下去 結果後來新聞出來 就不是這樣子 這個等一下靜平應該會 好好跟大家解釋 這6%到底是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一直請他冷靜 不要爆炸 是的 他很生氣 因為我剛剛在講這件事情 靜平都已經生氣了 我們製作人說 每次跟他蕊腳本 他從來就兩行 這次一百行 這麼慘 他非常生氣 我覺得後來 其實經過朱立倫的解釋 也真的該生氣 因為上過統計學的人 就知道 柯文哲這樣子放新聞 就是在吃國民黨豆腐嗎 你正負3% 總共中間間距是6% 我告訴你 這是小學的數學 但你就直接給他講說 這間距6% 是國民黨要我 柯文哲浪6% 我告訴你就吃定你了嘛 但是國民黨從開始放新聞到禮拜六這個時間 我們下午錄影的這個時間 完全沒有解釋清楚 柯文哲他太太今天下午發的文章 還在講那6% 就是還在講說 現在國民黨就知道 民進黨有多苦 對的事情 結果讓人家一支嘴 說到不知道 有嘴說到沒了 怎麼解釋 就是解釋不清楚 沒錯 就是你知道 明明就是正常的事情 可是當你柯文哲一講下去 你第一時間沒有撥亂反正 就一直亂下去 民進黨之前在講這個事情 柯文 國民黨都怎麼說 你們就是見不得藍白河 你們就是贏不了藍白 所以怎麼樣的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自己去收拾 不過柯媽媽咧 我要講柯文哲就是 徹頭徹尾的一個媽寶 你可以看到 他15號惹了這個禍 結果叫誰去收拾 叫黃珊珊 昨天晚上明明就知道 一定會有重大的事情要他決定 他為什麼可以把電話放在房間裡面 讓他老婆壓在床底下 我告訴你 他就是不敢面對嘛 讓黃珊珊去面對嘛 這樣的人請問如果遇到重大決策 都不敢自己出來 要媽媽出來哭 要妹妹出來哭 要他的老婆出來寫文章 然後要黃珊珊的競選總部的總幹事 站在第一線幫他打 請問這樣子的人 如果當上總統 未來我們國家要去跟人協調的時候 這個總統是要叫誰來打 可是他真正在遇到 所有人生重大決策 或者是他做錯決定的時候 全部都是他老婆他們家的女人 或者是他的幕僚出來扛 以前是蔡壁如 現在是黃珊珊 現在是陳志涵 所以在在可以看得出來 柯文哲就不是一個能夠擔大任的人 那大家如果要怪民進黨 為什麼把這一個人寵出來 對民進黨錯了 但國民黨要繼續錯下去嘛 而且我要講的是說 他現在是訴求所有的年輕人 他要所有的年輕人來挺他 但所有的年輕朋友 你想想 你做錯決定的時候 在你很小的時候 你可以要爸爸媽媽 可是等到像柯文哲 已經六十幾歲 已經退休的人 做出的決定 還要媽媽 妹妹 姐姐 誰出來幫他討 這個國家如果交給他 還能夠繼續下去嗎 所以今天蔡英文 蔡總統 其實在這個嘉義的時候 他講的 他講的就是這樣子 民進黨在最近這幾年 讓台灣上架到全世界 藍白一直說要下架台灣 但他不知道要上架什麼 藍白應該要講清楚 不過現在藍白分分合合 談這麼久 連兩個政黨要合作都談不攏 未來跟世界怎麼去做談判 所以大家要睜開眼睛 好 其實這個 柯文哲聲明有幕僚 是感覺到前幾天就秀出了 柯文哲走不下去 想要合作的一個味道了 那當然身邊娘子軍都不要戰狼系列 比較鷹派 擋住他 但沒有想到真的讓他一個人進去談判的時候 他就氣洩投降了 氣洩投降是不是 因為柯文哲知道 選台北市長靠靠攻戰空戰可以 選選不分區空戰可以 真正這個真槍實彈 要打全國選戰的時候 你總不能每一個廟口講講的 來的就一百 這樣要怎麼酸總統 是不是柯文哲也務實的 理性的發現到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才要氣洩投降 沒有想到又被這群娘子軍 給抓回來了 中間有什麼內幕 東豪 其實柯文哲是不想選 一開始 但是因為黃珊珊 陳志蘭他們都覺得 都一直勸他 不能不能鬆掉 只會垮掉 禮拜五的時候 我跟林陶同台 我旁邊坐的是民眾黨發言人 林陶的情緒非常不穩定 非常不穩定 照道理 還沒有破局啊 因為禮拜六 早上十點才要宣布啊 答案啊 你怎麼會禮拜五下午兩點 情緒就不對了 林陶整個變得像戰狼一樣 我就提醒林陶 明天才知道答案 人家是個女生 你在現場直播 你基本風度要維持著 林陶情緒大概要花了三二三十分鐘 他才把自己的情緒拉回來 我為什麼講林陶 因為你在禮拜六的記者會 國民黨這邊負責解說的 另外一個就是林陶 那國民黨 為什麼林陶 林陶有那樣的情緒 因為他知道柯文哲真的要翻 柯文哲怎麼翻 為什麼說柯文哲真的很厲害 必死局 核心柯文內亂 三個眼淚 柯文哲哭給你看 柯媽媽哭給你看 柯美蘭哭給你看 柯媽媽有哭嗎 有啊 講話哽咽啊 然後你最主要是柯文哲的眼淚 柯文哲不是哭到鼻子都紅了嗎 你們不放棄我 我就不會放棄 然後後面 後面黃珊珊也在哭 陳志涵那個張臉都破碎掉了嘛 對不對 可是你不要小看這些事情 就是說你如果把它當成是一個危機處理的話 柯文哲這次做得非常經典 他們這些人的哭 柯文哲哽咽那個紅鼻子 你不要管他是一次一次就拍好的 還是還是等很久才拍到 這都不重要 他真的把他的柯粉叫回來 有嗎 有 我跟你講有 他真的有叫回來 他真的有叫回來 叫回來不打緊 禮拜六的時候宣布完 請問一下 你記得柯 你記得朱一仁的解釋嗎 柯粉那麼好騙 我記得六趴 蘇立倫講什麼你都忘了 聽不懂 老師講的話我聽完就會忘記 因為我又沒有要考試 我沒有要考考統計學 我沒有考民意設計裡面的誤差 那個統計誤差的問題啊 你講那麼多有幾個人學過 可是柯文哲跟你講 讓三趴吧 還不夠還要讓六趴嗎 朱元你要出來講嗎 要我讓六趴嗎 所以本來看到柯文哲哭的 柯粉還在那邊只是有點同情而已 當他今天出來 你就直接講你要我讓六趴嗎 你講嘛 柯粉統統回來了 你去問社會上任何一個人 兩個人比初選 要對手讓六趴 我講的這個讓六趴的意思 不是說 在那個四個人的會議裡面 真的要讓六趴 不是 這個時候沒有人在管理 在會議裡面 講的是統計誤差啦 你到了柯文哲那個講完六趴之後 所有人的印象只是 怎麼會要人家讓六趴 你如果只是想讓六趴的時候 一定覺得不合理 連李鎮套都講說 難道你們虧出來的總統參選 是要那種輸六趴的嗎 對啊 一講而已 陳佩琦 剛才瑞德在講的 陳佩琦最後一句話 臉書寫最後一句話更好玩了 那你們去叫賴清德讓六趴啊 賴清德讓六趴我就讓啊 所以讓六趴這件事情 已經不是科學問題 它就是政治 柯文哲真的很會玩 明明自己犯錯 自己拋棄他自己的團隊 拋棄他自己的柯文 他因為他不想選 回來 事情不對 沒有 你覺得他就算把柯文 叫回來好了啦 國民黨還要跟他合作嗎 我覺得柯文哲也很難 他在讚美馬英九 如果十一月二十四號那天各自登記 柯文哲想的不僅是要把柯粉叫回來 他還要挖藍粉 柯文哲十一月二十四號還可以玩什麼你知道 跟你玩氣寶 所以你說柯文哲滿血回歸了 我讓你虎友宜六趴你還不敢 到時候國民黨 國民黨那種總統局 我跟你講步步驚心 一個不小心 你就被柯文哲玩掉 柯文哲真的很會玩 你這樣政治也觀察了 撼不撼當四十年了 沒有辦法 居然對柯文哲這樣佩服的五體頭地 因為他 他可以臉不要 臉不要不會被罰對不對 他可以臉不要 就是說對我們來講 白紙黑字的事情是必... 所以你不是講錯字 你只是怕被罰 所以說臉不要 對 因為白紙黑字 統計上的東西不會 現場不會有那麼大的問題 那只有一個狀況 就柯文哲自己不知道 什麼叫統計複差 他怎麼也不知道 那有可能啊 他也是博士嘛 他是冰的啦 他看了那麼久了啦 黃靖平忍耐很久了 反正柯文哲就是要... 你再不讓他講話 他就火山爆發 柯文哲在現場 這白紙黑字寫了嘛 其實在禮拜五下午 前天就傳到藍營內部 下午就收到消息 就趕快連續韓國瑜 那等一下我也跟大家講說 韓國瑜這個排的不分區的這個 也是牽動了這個藍白盒的問題 然後到了昨天十一月十八 星期六早上 其實韓國瑜那時候還沒有答應接受 國民黨要勸他 要請託他加入這個 藍營不分區立委的名單 原先是跟韓國瑜說排第十五名 那想說他到時候藍白盒的話 幫忙衝政黨票 就是猴科 或者是科猴 然後這個韓國瑜可以幫忙衝政黨票 那可是到了這個前天的 昨天的禮拜六 十一月十八號的中午 那朱立倫在打電話給這個韓國瑜 那因為韓國瑜本來一直不答應 然後他的這個韓國瑜的友人也勸韓國瑜說 你現在不是幫誰是在幫國民黨 那而且昨天早上十八號早上已經知道 藍白不合的這個破局的消息傳出來之後 中午他們就跟他講說 有可能藍白不合會有這樣的狀況 如果你再不答應 可能那種大家就是一起就是一起搭 那所以後來他昨天禮拜六中午 十一月十八號同意 所以朱立倫十一月十八號禮拜六 就是昨天下午宣布韓國瑜列入不分區立委名單 然後這個排序第一 然後今天也這個開記者會請韓國瑜 到這個黨中央來一起亮相 那我就跟大家講這個 藍白和破局的這內幕的過程 四十八個小時 藍營之道的消息和民眾黨的一些狀況 你就知道說那個梗是這樣慢慢慢慢鋪陳起來 那這個是當時這個昨天在公佈了這個民調 這個不肯簽名 上面沒有民眾黨的代表 官智宇就求證民調總經理 所以裡面當然也有提到 你注意看喔 這裡面不是有在講民眾黨代表認為 應以柯文哲主席一直以來的 這個主張的三趴誤差 然後隨機取樣樣本 一零六八這個是統計學上的 本來他的數字不是你發明 也不是我發明 對更不是柯P或者是朱立倫發明 在座有很多媒體觀察先進 然後包括這個蘇培也是議員出來 那都知道這個一零六八就是統計學的樣本數 那你再往上就是兩千兩千多三千三千四千 越樣本數越高 你的那個抽樣誤差就是越來越小 就正負百分之三 如果你到了兩千三千以上 就會變成正負百分之二 如果你到三千四千五千分的樣本數 可能就百分之 正負百分之三的一點五一點多 那結果信心水準一定是百分之九十五 這也是固定的 然後抽樣誤差為百分之三 那民眾黨說這樣的一個狀況 沒錯啊沒有人說讓幾趴幾趴 三趴五趴六趴 從來沒有人講 當時十五號禮拜三簽的這個協議 也是說在誤差的這個範圍內 好今天柯P也好 他蠻聰明的 我覺得他就是讓國民黨陷入這樣的一個困境裡面 誤差你要不斷的去講 你在講的時候 你在說明的時候 就已經輸人了 因為他已經掌握的話語 跟網路的傳播啊 所以你看Peggy再來這個臨門一腳 怎麼樣怎麼樣電話 他說什麼什麼 幫這個柯文哲解釋 他寫的肉肉燈 所以你看 我就大概這個請製作單位幫我列印一下 寫不完 但主要重點就是說 他幫這個柯文哲 這個接了電話 然後電話怎麼樣 那柯文哲不是拒接電話嗎 那你等於 我覺得我就要質疑陳背景 你在幫柯文哲說謊囉 你在幫他 因為你那天晚上 不接就不用講那麼多 對 煩不煩 那你在講這些有的沒有的 你們還期待要何的 都不敢講難聽話 你的媽媽是這樣 就是他的婆婆 那你是這樣 然後你的 那就是小姑吧 就柯文哲的妹妹 你小姑也這樣 你們全家人都這樣 這是柯門一門英烈 這樣的一個科學 好 柯文哲說 他一直在講 國民黨要他浪六趴怎麼樣 這個六的數字 國民黨我問過一輪 從朱立倫到侯友宜 到馬英九 到蕭旭成 從來沒有一個人 從十一月十五號 十六十七十八號 講出這六的數字 剛剛我在上節目 以前那個蘇培議員跟那個 對的哥說 我不要激動 我是說因為這個數字 是柯文哲自己講出來的 他很聰明 他先帶著話語錢 然後後來記者會 昨天在問他的時候 你看他就避重就輕 讓這個陳志涵 去回答記者的問題 陳志涵就一語帶過 就不要陷入這個六 因為沒有人在協商的過程當中 告訴他六這個數字 你要說他自己算什麼 正負百分之三 加三減三 但是民眾跟年輕人 也聽不懂 一般的民眾也搞不清楚 好複雜 我們今天又不是在 跟大家算這個大眾統計 或傳播統計學 可是至少柯文哲 他自己說過 這個什麼民調怎麼樣 你們梗圖已經做出來了 是不是 這是那個鄭克爽的網路 他做的梗圖 我們的梗圖不會做到 那麼多字 那他們做出來 就這樣講柯文哲 就是等於言下自己說 柯文哲你自己答應了 然後你自己又這個反悔 然後這就是你的科學 教科書上面 剛剛我們給大家看那個民調 六份有三份被這個剔除掉 那剩下六份 原來按照一般的統計學 是五比一 但是按照科學 科式的科學統計學的話 就變成三比三 好 我最後也舉出這個 不遠的新聞台 他裡面有提到 剛剛那個東豪哥所講的 第一個呢 這個你看 什麼民調規則 十五日的協商 這個柯文哲拿到這個 就是剛剛講的民眾黨公職民代 還有民眾黨這些黨內人員 沒有保障 所以要逼阿伯翻桌 那你再看這個第二個 這不遠的新聞台寫的 那到了這個 第四個一樣 這個柯文哲現在說不公平 但協議已經簽了字了 那這些浪 別的浪都不算浪 那你自己的浪就是浪 那他現在就要解讀 要搶籃的這個票 接下來你看 第五個這個浪六趴 是民眾黨一波成功的反擊 他也跟我看法一樣 就是等於很簡單的 這個煽動政治口號 也大概就民眾黨支持者嗨 但是非民眾黨支持者會注意的 還有包括藍營的支持者會是怎麼樣 柯文哲你又反悔了 那綠營的這個反應一定會說 再來啊 他走就知道了 他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這是我自己設計的 綠營的這個支持者對白 所以你看到國民黨應該要檢討一下 因為這九家民調當中 有三家這個被柯P 他的代表就是關智雲 他們就是民眾黨代表刪除了 但是你看到這三家民調 你注意到這三家民調 匯流 然後他們的四星 還有TPP內參 就是求證民調 三家御用的民調 到好到期 對啊 我就不懂 你們為什麼要用這幾個啊 他們同意的啊 他們就會提出不定於他們的啊 這個網路上 不遠心裡在罵國民黨 你幹嘛去讓 那三家就被他挑除掉 那三家剛剛你講 你們讓半天還被人家豆腐吃到夠 對 就是這樣子白癡 所以我就說非常的火大 哪有這樣子 贏 還要贏 然後你又這樣子用這麼 骯髒 卑鄙 卑鄙的手段 你要嘛就不要合 說整包 耍怎麼建造 那就不要合了嘛 那你們為什麼要 那你們用成這樣子啊 那你們為什麼要跟 近平你為什麼要跟你口中所說的 骯髒 卑鄙 污秽的人 你們要繼續合作 所以我認為不要合 國民黨為什麼會這麼沒有骨氣呢 所以德哥我同意你的說法 問題還不在這裡 我很少在節目公開說我同意你的說法 這一次我跟你講我希望不要合 你不要跟民眾黨 建民的屁股 還要拿這個衛生紙自己擦臉 不是擦他的屁股而已 這個叫賤 這個國民黨這樣子叫賤 我再講一次 叫賤的可以 國民黨不要賤到自己去 貼民眾黨的臉 你代表的是黃金平個人的犧牲 不管代表我自己 我代表和有 我代表國民黨了 我就我自己的立場 我認為不要跟民眾黨和 開戰 近平加油 自己選開戰 就自己選啦 問題是柯文哲的公式還沒結束 剛才近平拿了六份民調對不對 民眾黨的梗圖看來做什麼之後 他們拿國民黨的內參 國民黨內參是柯侯這組贏的比較多 侯侯這組贏的比較少 我贏比較多我還要讓你 還要讓到六趴 所以你知道知道說柯文哲這一次 這一次是有備而來啊 完全是有備而來啊 所以國民黨後面的路啊 還有的 近平你還不用生氣 你們還有苦頭要吃 可是國民黨到現在 國民黨的肉被吃掉之後 現在骨頭也要被這個 柯文哲大切斷斷 柯文哲一刀要切在哪裡 你知道嗎 就是國民黨藍粉裡面 一定要下架民進黨的那批人 昨天早上這個消息傳出來 昨天中午到下午 這個國民黨中央黨部 跟這個侯銀 侯伴還有這個 各地方的幾乎都被打電話打爆了 然後藍營的支持者 全部都憤慨 打爆內容是什麼 罵柯文哲 罵國民黨 不要這麼不知這個好歹 自己選自己的 不要再去跟柯文哲合 終於把國民黨的黨魂 可是國民黨到現在 黃華剛七十二烈士的黨魂 呼喚出來了 可是國民黨到現在 都沒有有效的反擊啊 我剛剛來錄影的過程當中 聽到有人在訪問那個葉原資 葉原資還說 我相信會合 你看我沒有這麼大的聲音 還是會合 所以我覺得你看 雖然近平這麼生氣 可是像近平這麼生氣 然後敢喊出來的國民黨 到底有多少 看到柯文哲邪惡的人有多少 因為黃近平沒有要選立委 對 所以站著說話不腰疼 現在大家就這樣講 所以會有兩樣情 可是你知道嗎 我覺得柯文哲真的非常邪惡 柯文哲之前十五號合了之後 你知道他去上節目 都怎麼跟大家講 我被罵藍白河 是因為我希望台灣好 我希望國家好 依照剛剛近平講的 這六份民調 不管是一比五 或者是三比三 你們都可以坐下來好好講 你如果為了台灣好 有什麼不能談 我做總統台灣才會好 是 侯友誼不行 只有我柯文哲 然後柯文媽說 你吃人夠夠 然後他妹妹說 你三個穿陪的 去我們政策的 他什麼時候請炒錢 他什麼時候穿附錢 而且國民黨 國民黨選總統要花一百億 柯文哲選總統 你們都不分區後標價 錢的事情 他們現在就要自己回去傷腦筋 我們柯文哲沒錢 旁邊的人可以幫他募款 OK 你現在就自己去傷腦筋 不要講那麼多 OK 其實他剛剛在這個記者會當中 他不是寫KP嗎 P就是Promise 承諾 他說是要保持承諾的 現在說翻得就翻得 黃偉翰也講了 把柯文哲背叛柯文哲 這篇文章放在我的臉書置頂 是我的態度 二零一九年柯文哲去紐約演講 他記得柯文哲說了 永遠不要幻想 在一天之內改變國家 那麼為什麼你這次 要在一天之內改變自己 所有的承諾 我要說 柯文哲當然可以有自己的選擇 他的幕僚以及支持者們 有沒有感覺被背叛 不是我說了算 不過身為一個政治評論員 在這個重點轉折的時刻 我要寫下我的觀察與感受 這是我的態度 這是我的堅持 他的堅持是什麼 柯文哲背叛了柯文哲 剛剛有好幾個政治分析 這個東豪認為說柯文哲贏了 而且接下來要自己選 還要把這個藍血吸光 你怎麼看 有這麼順利嗎 我在看藍白河 這兩天的進展 讓我想到一部電影 大家放輕鬆一點 這部電影叫做 一路玩到掛 這個一路玩到掛 真的很有趣 他是一個很有錢的有錢人 但是他生離絕症 但是他病床旁邊 竟然也有一個生離絕症 但是他沒有經濟並不富有 於是這個有錢的老人 就跟他說 來啦 我們剩下時間不多了 不如我們好好的玩一場 你知道嗎 他們也許本來可以 多活個兩三年 可是好好的玩一場 可以獲得很多精神上的滿足 但是可能壽命會短一點 或者是說可能會遭遇風險 所以他們敢去跳傘 什麼各種都去玩 然後就這樣一路玩 玩到這個有錢的人 就拉了另外一個夥伴 就一路玩到掛 真的最後就玩到掛 我看到這個藍白河 現在的感覺 好像有一點這樣的狀況 但是剛好顛倒 是科爾文哲 拉著這個國民黨 一路玩 玩得很開心 那我跟大家講 這個事情其實大家不用這麼嚴肅 因為我們事實已經證明 過去我們長期以來 很具體很科學 而且有很多勢力 可以證明說是公平的 是沒有問題的 所謂的這個民調初選 現在用在藍白河身上 全部都失靈 以前我們每個都這樣用 就是幾家民調 然後最關鍵的時候 把那個封條打開 然後拍板三家民調 平均是誰贏 誰就出現 結果這一套科學邏輯 今天竟然 你看今天朱立倫 在那個開記者會 好像他是那個 台大的教授在上課一樣 對 你看有可能嗎 老師說的 人會很快 沒有人 沒有人在聽 沒有人在意 已經沒有毫無公信力了 所以我建議 我在這邊具體建議 既然科學的力量 沒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我們應該用超自然的力量 你知道嗎 我在走基站 我們走公廟 平安餐走得很近 我經常看到 大家在擲路主 擲路主 大家很高興 神明面前 來 我們來直揹 直揹者多著 聖揹者多著為聖 很簡單 大家來看 那個揹機 裡面沒有灌籤 沒有磁鐵 大家來拔 三十八以來 看誰比較多 你現在是說 開始灌籤了 不然你看 連我們過去 都覺得這麼科學 大家一翻兩瞪眼 我跟大家講 都不要去講說什麼 差三趴 差六趴 什麼證物誤差多少 你知道真正的初選是怎樣 真正的初選是 一通電話 贏就贏 輸就輸 本來就是這樣子 不是嗎 哪有什麼 我那個證物誤差範圍 三趴或者是一點二趴 一點五趴 我們的樣品要多少 願賭服輸 如果真的要初選 就是一通電話 決勝負 過去有多少 例子是這樣 所以我認為 藍白心理上 其實提出那麼多條件 就是不想和 那另外 大家不要忘了 我最近在看 這個 這個很多人在講 就是說 那個賴清德 現在為什麼這個 好像感覺 這個稍微 講話會稍微這個兇一點 或者是稍微 有力氣一點 我跟大家講 為什麼 因為現在感覺 到底是在跟國民打打 還是跟民眾打 真的搞不清楚 我們沒有一次選舉 拔箭四固 心忙忙啊 找不到對手 找不到對手 那就是說 我們提出這個願景 民主政治 本來就是互相競爭 可是當我們提出很多願景 例如說 例如說我覺得總是幾個總統候選人 他要講清楚 他到底是走美國路線 走中國路線 親中親媒 要不要軍購 然後這個潛艦要不要照 然後我們的國防外交 我們的經濟 到底要怎麼樣 通通都沒有在討論這個 我們現在每天 在上統計學的數字 你知道嗎 所以我認為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覺得 真的會讓 真的想選的人 覺得很無奈 那另外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個郭台銘 郭台銘他的連署 是送了一百零三萬份 到最後 整個算出來 還有九十幾萬份 大家不要小看九十幾萬份的連署 這也是很龐大的數字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郭台銘都沒有聲音了 郭台銘也不講話了 然後他連署這九十幾萬份 到底要幹嘛 所以我們也搞不清楚 所以我一直在覺得說 這個藍白兩個都看起來 根本就不想合 可是為什麼又要勉強做 要合的那個樣子 那郭台銘他本來很想選 到最後又不選 這個到最後背後有沒有一股神秘的力量 但是這個力量恐怕不是超自然的力量 是有沒有可能有另外一股在對岸的政治力量 在左右 我覺得這反而是值得我們大家觀察的地方 好我想請問一下東豪 這搞來搞去啊 再加上 郭克文哲編得了 朱立倫立刻把再次情商韓國瑜 不分區排第一 所以朱立倫是不是也做好了分手的準備 是 而且那麼講 因為剛剛金平有講嘛 韓國瑜本來不是第一名嘛 趕快放第一名是幹嘛 顧票 在國民黨現在面臨到 柯文哲是恐不情人 民進黨已經付出過代價了 那你現在面臨到柯文哲怎麼辦 明明看起來是必死局被他犯過來 而且還倒打國民黨一把 你這時候丟韓國瑜最大的罪有什麼 穩固軍心 韓國瑜放第一名 第一個韓粉不會亂跑 韓國瑜講話的速度跟那種六的程度 可以PK 柯文哲 柯文哲也不大敢開 亂開韓國瑜的玩笑 現在都說韓國瑜有讀書了 因為以前他不念書 柯文在講的不要找我 所以打韓國瑜這張牌 就是先把整個軍心要穩住 因為柯P的這個反覆 我現在很怕 我很怕國民黨 還要跟他跳探國跳到十一月二十三 那個內心會很糾結 韓國瑜至少可以穩住軍心 可以讓整個部分區選票 或者國民黨的士氣 不會被柯文哲這一波一下子打懵了 因為你在看這件事情 國民黨的反應速度 真的還是比較慢 柯文哲真的 真的很靈活 平均我再怎麼不喜歡他 我必須講 柯文哲真的這一場真的很靈活 而且是柯文哲他們那三個人的眼淚 真的有用 有用 來瑞德你怎麼觀察 為什麼呢 接下來到底國民黨 還會不會再跟柯文哲談 本來柯文哲在這個禮拜三 那個十二點半的記者會 你看那個臉 叫一個塞臉 對不對 那麼有別於國民黨三個人 歡天喜地 結果沒想到一家哭 每天哭 拚命哭 哭到後來 請問一下柯文哲一輩子最崇拜的人是誰 毛澤東 毛澤東 這個就是毛澤東跟蔣介石在抗戰勝利了以後 對日抗戰勝利了以後 在重慶的國共會談 那麼在國共會談的裡面 那麼毛澤東的煙影非常大 但是為了國共會談 所以完全 蔣介石都非常佩服毛澤東 因為他連一根煙都沒有衝 這也就算了 毛澤東突然間在所有人的面前 拉起蔣介石的手說 中華民族萬歲 蔣委員長萬歲 我問你啦 比起禮拜三來 毛澤東等於說 這樣子演技會比柯文哲差嗎 結果馬上就翻臉了 各位我翻出柯文哲 在今年他今年5月17號 民眾黨中央委員會 提名他當總統候選人 結果他現在一個人 就否決了整個民眾黨的中央委員會 除此之外他在今年的6月24號 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就有講到了 可以選就選 不能選就算了 我不需要參選聲明 我只需要退選聲明 如果不要選 退選要宣布 他就已經先講了 留了一個彈書 但是你問我 柯文哲在幹嘛 我跟你說 現在國民黨有今天難得 這個等於說 剛過完生日的黃敬平 這在拍拍手 國民黨難得的良心 國民黨有今天年輕 國民黨還有未來 我跟你講坦白為什麼 古氣啊各位 一百多年前那些不要命的 黃花鋼七十二烈斯就是因為有股氣 連命都不要了 才拼出一個國民黨 拼出一個中華民國 結果現在的國民黨 你看這幾天變什麼樣子 被人家玩弄在鼓掌之間 你要蓋水三八六八 說一大堆就對了 對方就算你 對方發現 簽了一個不平等條約 那怎麼辦呢 我就拚到 不過他故意在裡面 跟你拉拉拉拉 拉幾波 設法把他已經流失了 已經造反的那些科粉 全部想辦法把他拉回來 他問題都在這裡 你覺得叫回來了嗎 還沒有 還沒有 為什麼呢 還沒有 我覺得還有限 為什麼呢 他現在在說 你可以發現 他把所有的政論 全部推給國民黨 你拔拚拚拚 他現在是不是行作這樣 是國民黨在拚拚拚拚 三八六八拚拚拚拚拚拚 然後國民黨 手我一個人 然後他現在把所有的政論 完全往國民黨 市場一推 那麼會到什麼時候 二十四號下午五點 我跟你說 現在就在拚 柯文哲在拚什麼 現在拚說 國民黨主力人 侯友宜 要不要找我來談 要不要跟我低頭 要不要給我更多的條件 就這樣而已嘛 國民黨學學 黃建平 如果你硬起來 我跟你說 他反而會撞回去 其實大家心知肚明 從柯文哲的態度 就已經看到了 柯文哲 是在跟國民黨兩邊 在談判的過程當中 他是唯一一個 可以當副首副總統的人選 你給我看不看我 你沒有發現 國民黨最近這幾天 對他是很強硬的嗎 對不對 對他是滿強硬 你看寧濤都代表就好了 寧濤可以打戰狼小姐姐 可以打黃珊珊 對不對 一個人打他們的 為什麼 吃定你了 我講白了吃定你了 那現在柯文哲要 想辦法反敗為勝 朱立倫不愧是政治精算師 韓國瑜不分區第一名 你知道一次解套兩個事情 喀柯文哲是因為 其實柯文哲在某種程度上 把森蘭的拉走 對不對 他用韓國瑜 當不分區第一名 韓粉這些人就會回來 因為韓國瑜會拼命選 我跟你講他佈局是什麼 因為要讓韓國瑜 未來如果民進黨 沒有辦法在立法院過半的話 韓國瑜必不批立法院院長 各位 有人問我說那怎麼辦 那要主持會議啊 你錯了他一樣可以睡到中午 因為叫副院長去主持就好了 沒錯 對不對 副院長可以給 副院長就給黃國昌嘛 立法院長叫韓國瑜 然後副院長叫黃國昌嘛 對不對 如果你有可能看到就在場面 第二個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請問一下馬英九去提出全民調的以後 第二個馬上跳出來呼和的人是誰 韓國瑜 為什麼 因為這一招是迫使朱立倫 未來就算明年一月十三號 總統大選輸了 本來立法委員的部分 告別黨增加了 他不用下台 但是有一個人就有可能可以 當上國民黨的黨主席 叫做韓國瑜 現在讓韓國瑜 那麼不分區第一名 一要肯定不做你歡迎一場 我問你韓國瑜還好意思 來跟他搶明年的不分 明年的這個所謂的這個 國民黨黨主席 還要逼供朱立倫嗎 朱立倫有哪 來我想請教競平 郭台 柯文哲又講了 就是說會不會從來百合來割鍋 有十%實力 這個如果郭台銘應選 那麼再也也不會贏 他還是繼續跟郭台銘 眉來眼去的情況之下 把韓國瑜放在不分區的第一名 可以真的鞏固 有效的鞏固藍營的票嗎 第一個我先講柯P 這個他過去這兩個禮拜以來 聽說至少三次去找了郭台銘 聽說跟郭台銘和柯P 都很熟的這個人士有提到 柯P一直想要郭台銘能夠 抖內他一些糧草 但是郭台銘對於這方面money始終未至一辭 沒有鬆口 沒有鬆口 不知道說我們同學在中國要發折 沒有表態 所以柯P很急 因為民眾黨現在糧草耗盡 那當然他們隨時可以上限募款 或怎麼樣很快 然後包括黃珊珊跟陳志翰這些大家 鷹派主戰派募料也不用急著罵 就趕快去幫柯P募款就對了 把那個鱷魚的眼淚省下來 一家哭勝過全家哭 全民哭 那所以這個是在他們的錢 有問題這樣不夠 不知道說什麼幾億幾億 所以郭台銘每天跟他眉來眼去 預算還是沒下下去 據說柯P跟旁邊人講說 一直跟郭董見面 見到後面郭董都不鬆口 他現在已經要藍白盒 還去跟人家募款 以前演唱會那八千八百塊 那些人怎麼辦 聽到消息之後 如果郭台銘政治上很容易被騙嗎 這個money 糧草到齊了 這個不用合 他自己打仗 就是因為沒有糧草 所以他在十一月十五號才會在朱立倫 侯友宜跟馬英九這樣一個三個人 他就算了算了也沒錢 最主要的態度都是在於錢 這個錢不是萬能 但是他們沒有錢就萬萬不能 所以他們腦子就想錢 什麼炫耀一百億 什麼你們不分區要標價什麼的 對啊 那自己不分區的名單 本來就像剛剛我跟東豪哥 我們在講的那個 我們在黨內聽到 一開始的確是跟韓國瑜講說 排不分區第十五 因為那時候想說 如果藍白盒的話 因為不斷的 像連那個苗栗線長 中東景前幾天都喊說 到時候你看 柯文哲委屈犧牲很大 這中東景在公開場地講 所以到時候政黨票要多照顧一下民眾黨 中東景在苗栗線就公開喊出 政黨票藍營一票就白營一票 國民黨一票民眾黨一票 賴斯堡又這樣講 對國民黨就很傷 就很緊張 這樣的藍白盒政黨票 我們的預估席次 本來想說十二十二席是安全名單 是按照二零二零年的這個特標估計 這樣一算可能八到十席不妙了 就想說那就靠韓國瑜來衝馬 就就把韓國瑜想說 放到第十五或第十三 還沒有確定 就跟韓國瑜講說 從後面開始算十五或十三 韓國瑜都不鬆口 一直不點頭 一直到十一月十八號禮拜六 早上傳出來這個消息之後 朱立倫十一月十八號禮拜六 一點鐘再打電話給韓國瑜 朱立倫再說服韓國瑜說 我現在要請你幫忙 排到第一名 不是十三跟十五 因為藍白盒可能這個局面不行了 要請你幫忙 後來朱立倫講完話之後 中間又找一些跟韓國瑜也很熟 講得上話的人 然後韓國瑜的朋友就跟韓國瑜講 你記不記得高雄市已故議長 是跟韓國瑜這樣說 許昆元當時這個走了之後呢 藍營在高雄市議會就無人作證 四分五裂 然後甚至有人帶槍投靠 所以藍營就政府議長 一起都沒拿到 整個誇了 你把高雄市議會 投射成整個立法院的話 國民黨在立法院席次 不但拿不到會下滑很嚴重 而且可能群龍無首 需要你韓國瑜去幫忙 這個鄭重韓國瑜下滑 韓國瑜是有使命感的人 他把許昆元抬出來 許昆元又是有情有義 用許昆元的故事來告訴韓國瑜 說朱立倫竟然都打電話給你了 表示說在這個局面已經 已經不容易再想那麼多 你不要想著是去幫誰 不要想說幫侯友宜或是朱立倫 就是幫整個國民黨 讓那些小雞能夠穩定軍心 所以當這個還沒傳出來破局之前 當國民黨只是想要請他幫忙說 政黨票可以衝 因為怕這個民眾黨搶票 我們藍白河又不好意思去指責民眾黨什麼 可是現在嘟嘟好啊 民眾黨要準備冰斗翻盤了 這個就很大理由 國民黨面臨這樣一個危機 我老實說啦 這樣是請韓國瑜出來 扮演那種救世主 那出來這樣剛剛好幫忙 我只想問 原本在不分區的名單裡面 誰是那第十二名 現在被韓國瑜擠成十三名 損失真的很大 現在就是說那個謝龍介還有柯資恩還有張家駿還有韓國瑜 就是屬於政治組的 然後那個就是政治組的謝龍介張家駿韓國瑜跟柯資恩都排進去安全名單裡面 朱立倫還有一個未來 就是如果如果輸了總統 但是國會三黨不過半 韓國瑜領軍 韓國瑜跟柯文哲兩個人要彈劾做很快 朱立倫是精算師 韓國瑜 韓國瑜如果還真的在藍白之下變成立法院院長 立法院院長 有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退出政黨活動 朱立倫那個黨主席就跟他無關 下一個黨主席 至少韓國瑜就沒辦法選了 就一定無關 然後你在想 柯文哲一定喜歡跟韓國瑜聊天 所以在國會裡面 他們兩邊 不管現在你看他這五十幾天 吵成什麼樣子 一月十三以後 這兩個人隨時是可以見面 觀眾朋友 你怎麼在選總統呢 都沒有說政經事 都說政黨權鬥 這到底是對還不對 不是台灣之福 來看一下蔡文總統說 酸賴清德帶領台灣是全民和 跟世界全球和 來不來吵個不停 賴班說 沒想到登記前兩天 只有賴清德確定參選 再來看沒結果 賴清德酸 柯文哲說 你自己說要把國家還給全民 把國家還給你 沒有想到卻是還給國民黨 所以我想要請問一下博文 這一步一腳印 民進黨是這樣一箱一箱 一箱一箱走 百公百業 不斷地來說明 如果賴清德執政會做些什麼事情 現在幾乎沒有媒體能見度 所以你看這個很多的 這個版面都被擠壓掉 因為大家總是感覺 感覺那個畫面 看柯文哲哭 看柯媽媽哭 看柯美蘭哭 好像感覺比較驚悚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 驚悚還是精彩 精彩或驚悚 還有驚嚇 對 你看我們真的是 按部就班在打選戰 可是真的沒有一次選戰說 打到 你知道二十號就要登記 二十號不是二十四號登記 是二十號就要登記 你看我們現在登記前一天 國民黨的對手是誰 不知道 是民眾黨有沒有參選 不知道 郭台銘會不會參選 不知道 所以我覺得我們現在只是很明顯 唯一的一個對手就是對岸虎視單單 對著台灣要威脅台灣 我們要怎麼樣鞏固自己的國防 鞏固自己的心防 這最重要 所以你看最近這個賴清德 他話也越講越重 但是他越講越重 不是說什麼 對這個針對敵手的部分 而是覺得說 大家應該要回歸到 國家政策面的一些辯論 你最基本的 你到底未來 你是要走一個路線 你要不要對美採購 這個東西都要講清楚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這次的這個選舉裡面 國民黨他們對這個完全絕口不提 民眾黨也不曉得在幹嘛 然後呢 我們看到的是 到底是3%或6% 今天全民都在上統計學課 那這個有可能會延續到 下個禮拜登記前都有可能是這樣 所以對我們來講 我們會覺得就是說 一個正常的政黨 或者是負責任的政黨 要對民眾做一些說明 做一些清楚的交代 我認為這個部分 其實應該要 應該要非常非常的認真 把這個部分把它做一個說明 另外我特別強調就是說 在這個過程中 郭台銘他還是扮演一定的角色 他這個5到10%確實很重要 可是我覺得這5到10%到最後 因為這個長期以來跟過去 你知道這個情人也是這樣 愛的時候 愛的你農我農 可是分手的時候 如果是那種不高興不歡而善 那個結怨更深 就是從愛死你變成愛你死 愛死你變恨死你會更狀況 那我覺得郭台銘有一點這樣的一個 跟國民黨的情節 有點這樣的狀況 就是說過去你缺錢的時候 來這個爸爸買給你 這個郭爸爸買給你 缺錢缺糧 通通都郭爸爸提供給你 可是等到這一次選舉 你可以看到國民黨幾乎是全面 跟郭董翻臉 而且把郭董罵得 坦白講有點不堪 所以在這個節骨眼不要小看 郭董還是有他的人脈 復仇者聯盟發功 你想想看 多少人在笑說郭董 你連署到幾萬 結果到最後 90萬的連署還是出來了 賴清德在臉書上諷刺客問著 有人說要把國家還給你 現在卻要把國家還給國民黨 有人說他要超越藍綠 現在卻先背叛自己 下降民進黨只是選舉語言 對於中國和國民黨強大戰爭 恐嚇牌 賴清德也加以回旗 美國 政党的國 不可以用無緣改變來來的 表情 在亞洲所謂的 表情民進黨 青年上戰場 完全是非常好 儘管本人不鬆口 但是我們獨家掌握 艙美艇搭上華航機 在二十號上午六點鐘領達台灣 首站前往外交部數職 再進總統府 下午就會跟賴清德 共同舉行記者會 接受媒體提問 相較藍白還在分合戲碼 賴消費順利搭配 亮相後將會奔進隔擊 衝刺總統跟立委選集 我們歡迎這段新加入的來賓 主任介紹的是 財政專家邱敏寬 惠明好 大家好 財政專家謝程燕 惠明好 大家好 再來介紹的是 軍事專家吳明傑 惠明好 大家好 旅行業者李祺岳 好 我們來看 這次呢 這個 就像賴清德陣營所講的吧 怎麼會這樣定義 不知道這個 只有賴清德確定參選 其他幾組都不知道怎麼樣 好 在這種其他幾組 不知道怎麼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就是很喜歡 借著這個來小賭一千一下 對不對 已經下賭注了 現在藍白合不合都不知道 這種事情怎麼辦 對 沒錯 已經下賭注了 現在錢可以退回來嗎 今年是臺灣那麼地下 總統地下賭盤的主頭 最難過的一年 最難過 為什麼 因為選前 選一選兩五個月 對不對 突然間 柯文哲跟你來這裡討 然後禮拜三都跟你講說 意思是怎麼要和 要和 有可能說 侯友宜說鄭柯文哲很富這樣 結果到後來 五百六十 又閉名 閉名兵道 對不對 繼續拖拖拖拖拖拖 最晚拖拖到24號下午5點 一般拖拖有嗎 其實我們臺灣警方 在幾個月前破獲了 第一個真正的總統地下賭盤 那時候開出來的票是 那麼賴清德讓這個柯文哲 然後他的票數遠低於讓這個 侯友宜 那時候開出來第一個是 第一個是開這個樣子 就賭這個賴清德贏就對了 好 那隨著賭盤 就不斷的上上下下 然後兩邊這樣 四十三路越多 結果你知道嗎 一直到柯文哲去做 上禮拜六做那個動作之前 柯文哲讓賴清德的票 從讓五十萬七十萬 讓到八十萬 侯友宜讓賴清德的票 應該這樣講 賴清德讓柯文哲的票 賴清德贏 賴清德贏 贏柯文哲為五 本來贏五十萬 七十萬八十萬 賴清德贏 蠔友宜為八十萬 一百萬 已經扔到一百三十萬 也就是在賭盤大家 在下注的時候 看衰蠔友宜的這個選情 那個也符合民調基於落落 好 重點來了 最近都收了 陸陸續續都有收進來 收了 那突然跟他們兩個合 突然跟蠔友宜跟柯文哲合起來 那之前的賭注算不算 對 之前 他這麼去拔的人說 我已經拔了 我已經拔了 比如說我拔蠔友宜贏 拔他清德贏 你說不算 你說算 那怎麼辦 到底是怎麼辦法 所以連走到頭 這個很傷腦筋 因為這些賭注 大家要知道這些賭注 全都全都算到1月13號之前 都是幾十億 以前都上百億 那個地下賭盤 各位不要小看地下賭盤 地下賭盤有時候可以影響 我記得我跑過一個新聞 台灣有立法委員 十二天的時間 用地下賭盤 用地下賭盤 翻轉變他當選立法委員 所以不要小看地下賭盤 好 除此之外 刑事警察局長周宥偉 呼籲說這些地下賭盤 大家要小心 為什麼 今年發生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以前我們都是什麼 經營總統地下賭盤的人 大部分都是六盒彩 地下六盒彩抓頭 都是肯定有時候 有一些 大家進進出出的一些公共場所 有時候有 要在這裡檢驗給你收 檢驗做地下賭盤就對了 今年比較特殊是網路 網路下注 竟然佔了地下賭盤八成以上 各位 你不能太爽對不對 好像在下運彩一樣 你在網路上下這個 怎麼說運動賭博一樣 你把它當作運動賭博一樣 去下這個相關的總統地下賭盤 有可能發現一件事 就算贏了你拿不回來 為什麼 因為其實他背後的資金 都來自於香港或中國 意思就是你拔贏有沒有 你拔贏也不好 你拔贏你錢也拿不回來就對了 因為他資金是來自於 那你說有沒有中國借血 當然有 以前都是我們台灣 本身這座頭在玩 座頭對賭 但今年來自於中國的 竟然資金高達八成 所以大家小心 那麼現在也是一樣 在賠率的部分 賴清德的賠率最低 因為他當選機會最高 所以賠率低 第二個再來是柯文哲 再來是侯友宜 再來是郭台銘 郭台銘的賠率超過四 因為大家認為他當選的機會 非常非常的低 非常非常的低 所以他賠率最高 那麼除此之外 現在很多的錢 都會用第三方支付或什麼方式 那麼根據現在所知道 台灣他們雖然是資金 從這個中國香港人會 但是台灣還是必須要有 各式各樣的人 街頭 有座頭還有街洽人員 這差不多抽15%到30%不等 15%到30%不等 那其他資金就直接貴到中國 給中國的主銜 但是重點來 市交你贏 你也不一定拿到 大家不要亂下這個賭注 就對了 錢不要拿出去 不會啦 你要拿出去 對不對 你想說要回來 你如果說朋友幾天拔 有肉麵的那可以 那沒關係 重點來這次戒選 你看操縱這個賭盤影響選民投票議員 為什麼 因為你如果賠率高 你當然也想說 不然我賭這個比較不可能掉的 對不對 我可以贏得多 拿回來 這就是為什麼他可以用賭盤 來左右投票的原因 還有基建老台演習的軍事脅迫 不過老共最近比較聰明 老共最近發現說 我越這樣 結果去幫助民進黨 所以他很可能搞不好 搞不好在投票前夕 會創下一個新的 等於說相關的紀錄是什麼 他不是每天都來嗎 軍艦來飛機來嘛 搞不好 投票前兩天不來了 現在為中國飛回台灣的機票 在1月13號以前都給你壓得很低很低 就是想讓台商回來投票等等 所以你就知道 你說中國有沒有在幕後伸出他的魔手 想操控我們臺灣的選舉 告訴各位 一定有 而且會越來越離譜 好 我們來看看亞太經和外衣 APEC已經正式落幕了 但其中有一段話 我覺得布林肯的臉色蠻好笑的 布希不是一直營造 跟這個習近平一個互動不錯嗎 還說你這看起來好漂亮等等的 沒有想到媒體問他的時候 他還說習近平就獨裁者 沒有錯 他是一個獨裁者 但是布林肯臉色一沉 營造良好的氣氛 你怎麼這麼說 但是其實連中國的紅二代 劉少奇的兒子劉元 也在這個習近平出訪的時候 講這一段話了 他說所謂中共的民主集中制 還是要有少數服從多數的過程 而現在根本就是一言堂 一個皇帝說了算 最近他不是習近平到美國去嗎 他們就說劉元號召各軍的集團長 現在習近平剛好去美國都不在 我們趁機就把北京給佔領下來 這則訊息我個人持保留 這則訊息我再跟各位說 我認為這則持保留 為什麼呢 這則訊息非常明顯 你要給劉元來穿小鞋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兄弟 請各位說 這次不是中國那邊辦什麼火箭軍啊 整個集團什麼什麼裝備集團部啊 現在在抓空軍對不對 抓抓抓抓抓到張又俠 不抓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是他大哥 他不抓了 習近平的大哥 習近平的大哥 所以他不抓了 但現在呢 雖然習近平人到整個美國去對不對 中國現在的整個官場的整個肅清 沒有停 最近呢 青海省的副省長 他叫洛玉林 他們就說 這個人搞兩面策略 大搞情社 前社的一個交易 開除黨籍也要取消退休的一個待遇 那最近中國有一個爆料者 他的名字叫王安娜 王安娜就一直在傳 就說趙樂際涼了啦 趙樂際每次都跟習近平唱反調 但講句實在話 趙樂際說他涼了 這句話已經傳六年了 其實趙樂際也一直都沒有涼 趙樂際這個人有個好處 這個人雖然有時候嘴巴稍微壞一點點 但是趙樂際他平時很低調 而且趙樂際這個人膽子非常非常的小 在習近平已經殺了這麼多人的過程當中 會不會再殺所謂的一個趙樂際呢 這個持續要再來看 但最近全世界的整個天氣 真的太怪了 我們現在看第一個落袋 最近黑龍江突然間砰的一下 就下大雪了 那下了大雪之後 大家都說 怎麼會下這麼大的一個雪 整個東部的一個降雨量跟雪量 都創下了整個歷史的一個紀錄 那這個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是傳說中的一個北極風暴 這一波的北極風暴非常非常強 多強呢 整個美國前一天還在穿整個短袖衣服 蹦的一下下降三十多度 突然間就下雪了 這是美國的一個狀況 中國也是 所以中國對於這一波突然間的一個下雪 有點受不了 那很多人會說 這個突然間下雪會產生什麼事呢 問題還挺大的 農作物全沒效了 我農作物只要沒採收 他一下雪完之後 所有的農作物通通不能收了 這是一個比較不好的一個狀況 那現在網路哀嚎就說 上天要收人 可是黑龍江的人 我認為他們有辦法持續的來走過去 拜習會呢 大家關注到的幾個點 拜登希望中國不要介入選舉 第二個 中國到底有沒有可能對臺灣動武 習近平是這麼說的 沒有什麼二零二七或二零三五對臺動武的計畫 沒有人這樣告訴他 他的優先選擇還是和平統一 但是觀眾朋友 重點是在統一 然後呢 統一目標是不變的 不管是和平還是最後不得已的動武手段 不知道拜登這個聽了 作何敢想呢 來 明杰 對 這個習近平 為什麼會主動在拜習會裡面 談到說他傾向和平統一 然後這都主動講的 他說這個沒有所謂的二零二七或二零三五的 這個犯臺計畫 會這樣說我認為原因有兩個 第一個當然和平統一 同樣用和平的方式 就是要併吞臺灣 對他來講本來就是上上策 因為這是不費一兵一卒嘛 那如果能夠和平的方式 整個拿下臺灣對他來講 當然是最好 但是當然過去來講 我們觀察這幾年來 他共軍對臺的軍事壓力越來越大 那當然他自己在中共二十大 都對這個解放軍下令說 在二零二七年解放軍建軍百年 要完成這個現代化的目標 達成國家戰略這樣的一個目標 所以這個部分被美軍解讀說 二零二七年可能是犯臺時間表 那他自己強調說沒有人和他討論 也沒有這樣的計畫 那會這樣說 我認為最重要是說第一個 現實上他自己可能也評估 因為我們近期看到這個 共軍內部不是非常多 包含火箭軍一連串連部長 都下臺的侵襲 他可能從這些共軍內部 貪腐過程也發現 共軍現在沒有能力可以來犯臺 那更不要講說萬一美軍介入 能夠跟美軍一戰 這樣的能力是不具備 第二個中國內部現在經濟發展 陷入困境 同時還有這一個整個政局的不穩 情況之下 他想要透過緩和美國 中美的關係優先 然後再回過頭來全力對內維穩 也是他現在認為 共軍可能沒有辦法對台動武 這樣的條件 那不過我認為最真正目的 這一次其實通篇拜習會 我最關切的是一點 是習近平要求美國 停止偽裝台灣 所以這個才是他真正 這一次這一個會談中間 最重要的策略目標 他先說我們沒有要打 沒有這件事情 所以你就不要再武裝台灣 對 前面其實都是唐一 後面才是包的是毒藥 所以停止武裝台灣 才是他真正的目的 講述重點 那所以聖盾郵報有一篇專欄 我覺得形容非常貼切 他講說這是要讓美國陷入虛假的安全感 讓你認為說不會對台動武 所以你不用緊張 也不要再去武裝台灣 同樣其實也是要讓台灣 這一個等於說卸除心法 因為有這樣的說法 習近平沒有要打 中共不會犯台 那你看這些親中統派 會不會出來跳說 不要浪費錢在國防上面了 甚至也不要再跟美國買武器了 否則會這個觸怒 可能北京對台的態度 所以這些我認為都事後 都還有分化美台 這樣的一個效果 這才是他真正重要的一個策略 一個目的 不過這一期話出來 當然在拜登面前講 好歹也是一個大國的領袖 那當然這個美國也會來檢驗 那這種情況之下 當然我認為表面上 短期內 這一個台海情勢 我認為會稍微緩和一下 表面上 私底下我認為絕對還是暗潮洶湧 因為長期上 當然中共講的話能信嗎 習近平講的話能信嗎 一向是說一套做一套 不要講這非常多的潛力 我們舉不久之前 十月中時 其實北京有一場襄山會議 那時候代表 因為現在沒有國防部長李尚福 他的中央軍委副主席 張又俠才出席 那時候不釋財這一個 設身立言的強調說 中國絕不放棄武力犯台 怎麼沒多久之後 馬上又說沒有犯台計畫 所以這一個說法 張又俠的那個說法 相信其實還是習近平內心的這個說法 那如果你真的是有這樣的意圖 怎麼為什麼不公開直接宣布說 這個未來不會武力犯台 只有講說沒有犯台計畫 我覺得這還是不可信 第二個其實過去有非常多的案例 可以拿來檢驗 我舉例來講2015年那時候 馬錫會在新加坡舉行 馬英九回來 還這個非常得意說他跟習近平有當面提說 要求他撤飛彈 那習近平還跟他講說 中國部署的飛彈不是針對台灣 我們很久就信了 回來就很高興 說這些不是對台灣威脅 你看台灣就是會有人很天真的相信 第二個還有包含像國際上 其實習近平那時候也跟歐巴馬會面 那時候其實歐巴馬要求說 這個中國在南沙 這些所謂島礁軍事化不要再進行 他也同意承諾 結果事後你看島礁越來越多 越來越軍事化 所以本來就是說一套做一套 表面上打關槍 實際上是不是這樣子 其實我說我們不相信 其實拜登當然也不會上當 所以你看拜登在這個班協會裡面 其實一句話非常重要 媒體問他說 你相信習近平講的話嗎 他說這一個 Trust but verify Trust表面上是給習近平這個面子 我相信他 但是要 verify 要檢驗 看他到底說一套 是不是真的有做到 這個很重要 那當然他也直接強調說 會繼續防衛臺灣 唯一的差異在於說 現在這個北京同意說 要跟美國恢復軍事對話 有熱線可以打 避免雙方可能因為擦江走虎 真的引爆戰爭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是存在 但是這些活動 其實我認為 他其實還是會繼續進行 因為過去這兩年 你看他的這個基建 第一個破台中線已經做了 第二個這個海上逼近 臺灣的二四海裡 其實都對臺灣 在這個步步的蠶食得寸進尺 這些都可以拿來做談判的籌碼 所以這次就是要拿這個 來換美國停止對臺 這個武裝這樣的一個目的 所以整體上來講 我覺得短期 基本上來講 當然合同還是他的主軸 那現在短期 因為臺灣要大選 所以對臺滲透 對臺戒選 絕對是他接下來要全面 要這個進行的一個手段 那當然軍事的部分 可能擺在後面 那再試臺灣的選舉結果 再來運用 是 臺灣的選舉結果 再來運用 玩一下伏筆 來看一下 有一些中國網民想說 這個習近平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去APEC 你去網路搜尋 會發現 為什麼找不到APEC 這個領袖會議 大合照的一個最後 這一張照片 為什麼 但你知道為什麼這一次 我也在找習近平 習近平不是有說去APEC嗎 你看我第一眼 就看到我們張忠謀 對不對 很明顯嘛 對不對 人呢 習近平你到底有沒有去 被你的胖手指擋住 在這 不好意思 差點這個照片 如果我們沒有洗到這邊的話 那是不是到這的話 也看不到 怎麼這麼邊邊 怎麼會這樣 那中國網民能接受嗎 不 我跟你講 如果你把日本 跟這個加拿大 當成兩邊 他還是C位 是不是 你照片你就結這一段就好了 不是嗎 實際上這一次秘魯在這一次的APEC當中 也跟這個習近平有會面 那秘魯的辦公室也還特別的發文 要跟中國有密切的往來啊等等 這個就讓我開始在想一件事 因為中國這幾年一直在強調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那實際上已經很多人中了 中了不是發財 中了破產的破產 然後沒錢的沒錢 一戶一戶的一戶一戶 回到實際時代 回到實際時代 可是秘魯呢 看起來還是很希望 透過跟中國的一帶一路的合作 是不是能夠給他們的經濟 帶來另外一番發展 當然談了很多啦 貿易啦 這個採礦啦等等 重要還是這一次 二零二四年要竣工的前開港 這個前開港 目前看起來百分之六十的股東 是中原海運港口 整個運作 看起來應該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完工上 也不會有問題 也不會受到什麼阻擾 可是問題是 我們之前在講 中國常常會有一些豆腐大的工程 對不對 這個是從路邊的監視器 他當時 準確的抓到整個發生的一個過程 發生什麼事情 沒有地震 貪方 突然之間 因為他下面是那個地下碎下工程 整個路面就攤下去了 然後這個民房的屋頂直接 就跟著啪一個就倒塌 你看地面的柏油裂成這樣 請問一下 那這個工程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那據說也沒有做還評 完全沒有做還評 那這整個狀況是不是 真的你的這個房價炒高了 可是你這個工程的水平是這樣 那未來真的有機會變成是 這個我們所謂的上海 變得這麼順暢 我們來的錢應該不會有問題 可是隔了半年才第一槍 國際航班滑下來那怎麼辦 你知道尼泊爾怎麼講 那本來是你帶我帶給我們 可不可以乾脆贈送好了 他現在才知道問題 那你知道這過程中 還錢還不出來就一翻兩瞪 對 然後你看包括埃及是不是 之前一直積極的支持這個一帶一路 過去他都跟肯亞進口這個茶葉 他是肯亞第二大茶葉的購買國 可是今年到目前為止 整個下單的量已經掉了23% 原因很簡單 沒錢 他的外匯是不斷的在下滑 那現在滯留在港口 就跟肯亞進的埃及 那些茶葉怎麼辦 他說那可不可以 就是以物易物 那你要用什麼來換 我有駱駝啊 或是金字塔 看要不要換過去那邊 我不曉得嘛 這個很荒謬嘛 對不對 很荒謬 然後你說像這個 這個肯亞的部分 他幫他們做了一段公路 大概175億台幣快速公路 是從這個首都要到機場 那現在也還不來 完全沒辦法經營 中國說不然我幫你經營 你就發現很多的問題 我們在講斯里蘭卡現在的下場 斯里蘭卡因為一帶一路已經破產了 這個我們知道 他現在想要賣掉他自己的 斯里蘭卡的航空 他把他的飛機賣掉 但我都賣掉 以後你怎麼走國際航班 印度航空要借他 那就很麻煩了 整個越搞越問題 但是沒有關係 他想到一條路 就是他有很多猴子 就是兩三百萬隻的猴子 他們保育也沒什麼特別在做保育 但是猴子非常非常多 他們發現中國有一千家動物園 想要這些猴子 所以他們打算把這些猴子 賣出去給中國十萬隻 但可不可行 不知道 因為還有保育相關的一些法規 就是剛剛很像金絲猴很漂亮 很漂亮 主要是他們要拿去做疫苗 跟藥物實驗 對 因為之前不是很多這個實驗 就來自於 那動保團體一定抗議 一定抗議 所以我說能不能成不知道 好接下來我們關心緬甸的情勢 緬甸這個政府軍 以及這個三兄弟聯盟 在中國的暗住之下 想要端到四大家族 但是事情有這麼簡單嗎 對 沒有錯 那麼這一次為什麼會發生 這個所謂的緬甸民族 民族同盟軍 那麼結合另外兩支部隊 武裝部隊 左打緬甸政府軍 右打四大家族 這叫王子復仇記 有一個人 我們所講的這些歷史故事 100年來跟一個女人有關係 這個女人就叫做國管女皇帝 國管女皇帝是什麼 她叫楊金秀 她是國管最後一個陽性吐司的 相關的家人 然後緊接著來 她喜歡穿男裝 而且她學會了雙槍兩隻手 左右開工這樣 像我們電影裡面看到 就對了 然後後來不是她吐司被取消了 她後來離開了國管以後 不甘心 不甘心我們家本來是榮華富貴 這個整個都我們 結果竟然被別人站了 所以她帶了十歲的兒子回來 把國管給搶回來 搶回來以後 他真的變女皇帝 這塊變他 你知道嗎 這塊國管整個都他之後 鼓勵大眾英素花賣鴉片 然後鼓勵開賭場 這就是Q稅 賺了一大堆錢 為什麼要講到跟他有關係 這個緬甸的事件有沒有 跟他有關係的原因是因為 他用這個賣獨片的 抽這個別人的穗金 成立了一所學校 找來了國民黨那時候 退到這個金三角 退到緬北的 那麼反共救國軍的 國民黨黃埔軍校 所畢業的這個國軍做什麼 開學校 教導軍事的相關的這個常識 有三個人一定要講 為什麼 昆沙獨王 獨王昆沙就是這個學校畢業的 他的同班同學還有誰 還有另外一個 叫做販毒將軍羅興漢 然後另外一位呢 就是我們的男主角 彭佳生 彭佳生就是這一次對不對 王子復仇器的兒子 王子復仇器 彭佳生就是那麼所謂的國感王 就是他 一三個一起同班同學 但是三個人個性都不一樣 為什麼呢 因為昆沙後來不是販毒嗎 還有邀請我們台灣的媒體去訪問 成立了一個歹族的這個王國 自己變成國王 自己變成皇帝 然後另外呢 那麼羅興漢就販毒等等 非常有名 我們台灣還有之前 還有那個馬幫抽稅有沒有 毒品要抽稅 羅興漢開始的 然後另外呢就是彭佳生的 彭佳生跟他們都不一樣 彭佳生他們呢 那麼受到國民黨的軍事的相關的訓練 要一生都在革命 你不像以前那兩個人 還有這個享受很多的東西 沒有他都在打仗 他都在革命彭佳生 他一開始接受國民黨訓練以後 加入了免共共產黨 二十年 而且變成了副指揮官 但是到後來 因為他這席有沒有 聽聽聽 免甸政府軍來攻嘛 攻後別人再來攻嘛 怕跑了還回來唱 所以打來打來打去 二十幾年以後 他退出了免甸的共產黨 後來他獨立的成立了一支 就是這一次領導革命 打敗免甸政府軍 跟四大家族的這個 緬甸的民族民族同盟軍 他們都叫做同盟軍 就是他率領的 他現在的兒子接下來 然後率領了以後 他禁毒 他禁止在他們這個地方 國桿這些地方種鴉片 你會覺得很奇怪 這個地方近三角 國桿這個地方 不種鴉片種什麼 他就反正禁毒 禁止你種鴉片 所以後來為什麼解釋 四大家族造反 當然問題是四大家族不願意 所以四大家族結合緬甸的軍政府 就推翻他把他趕走 所以這就是解釋為什麼這一次 那四大家族犯了一個問題 為什麼 犯了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他沒有把中國共產黨放在眼裡 他們後來因為又開賭場 又中鴉片 又搞後來發現 一個更好賺的叫做詐騙 所以都聽到詐騙 他們真的很兇狠 不是開玩笑的 詐騙把人壓來了以後 一個人幾十萬幾百萬有 然後我才要放人 如果不放人怎麼辦 我直接跟你台詞沒有價值 就割器官賣器官 所以他們做的行為太過惡劣 而他們最惡劣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昨天在節目中 已經講過了 共產黨避免 共產黨叫你 你緬甸軍政府給他差不多 都給台灣人抓去 香港 馬來西亞都有人抓去 你現在中國共產黨 這麼多人幾百人在這裡 人把我放回來 他沒在笑 而且還移動的過程當中 就是殺了他們四個 中共派來臥底的公安 他都已經跟你講說 我是中國公安部派來臥底的 你們把人給我放了 不放就算了 他們還給你活埋 活埋還把這個 他們四個公安帶領要逃跑的 這八十幾個中國的人職 用機關槍掃射 所以中國共產黨一氣之下 他事實上早就調兵遣將 人民解放軍 早就調兵遣將在中國跟緬甸的邊界 全部都在那邊的地方 偷偷的用空運的方式 空運的大批的 因為他總共這個所謂同盟軍 有七千幾人 他把這些包括機關槍 包括衝鋒槍 包括各式的手榴彈炸彈 全部用空運的方式 給了這個同盟軍 那麼不客氣說 中國共產黨就是要實質 利用他的代理人戰爭 統治這一塊 他現在這塊變他 你知道嗎 變他冠 他說我問你 我支援你 你他要聽誰的話 你當然也聽我的話 所以後來由彭家森 彭家森去年2月才過世 94歲 他的兒子率領的同盟軍 終於在這一次發動了戰爭 10月份發動了這個戰爭 報仇 幫爸爸報仇 然後一舉把四大家族殲滅 逮捕了以後還送給中國 把他們故意送給中國 我們四爺 因為你們謀殺中國公安 然後還販毒 還詐騙 所以挑戰把這四大家族 全部送給中國 然後警戒而來 包括七千幾個竟然把 緬甸政府軍一百多個 鋼燒跟據典 包括他們的軍營 全部剿滅 連你的空降部隊 那個散兵八十幾個 一跳下來 全部殲滅 還俘虜了好幾百個 這個緬甸政府軍 我問你 這個地方實質上已經變成 所謂的緬甸民族 民主共和相關的同盟軍 他的獨立的亡國了 所以國桿現在幾乎變成了 中國的囊中物 好這是國桿地區發生的一個最新狀況 那四大家族失策 他們在當地土霸王當冠了 沒有想到中國是惹不起的 中國這麼愛面子 你居然把中國的公安給通通活埋了 所以這四大家族 到底怎麼過日子的 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怎麼運轉 其實講到這個四大家族 他們其實當地真的叫做土霸王 其中有一個就是姓魏的魏家 魏家魏超人 這四大家族裡面 其實這個姓魏的他們是 實際上有軍權的 因為他的弟弟魏懷的魏三 魏三將軍 他實質掌握一個叫做政府的邊防引領 哇 全是滔天 他又是聯邦的議員 他又在當地國桿管政法系統 又是招商旅遊局局長 所以他等個旗下 魏家旗下的亨利集團 包括什麼 包括了酒店 礦山 賭場 然後所有的相關通通都有之外 他還搞詐騙 尤其是什麼 他的女兒就是他接班人 女兒魏榮 在中國大陸人稱什麼 溫柔刀 蛇些美人 他們在那邊賺了非常多錢 為什麼 專門搞詐騙 其實他們把人 為什麼叫做溫柔刀 蛇些美人 他就拍那種霸道女總裁那種形象 真的很漂亮 高等教育 受過大學畢業之後回來接班 然後掌管整個亨利酒店集團 他常常會在網路上面發視頻 就是他那種非常就是 穿得非常漂亮 然後講得非常好的普通話 然後他每天開的名牌車不一樣 今天是兵力 是免巴赫 然後寶石姐 然後他的生日的時候 在他們家亨利酒店集團的頂樓辦公室 往下一看還拍視頻 放在抖音 然後看他原來底下所有員工 用手電筒幫他排的生日快樂 然後整個就是好像覺得說 他那邊是一個非常開心 繁華的大都市 然後常常歡迎 就是大陸人去上班 他還去大陸那邊做什麼 做所謂慈善事業 女慈善事業家 常常去捐助山區貧困小孩 一捐了幾百萬元捐下去 好 那有一次他爸爸 衛超人生日 我跟你講那個有視頻出來 那個生日你就覺得 這到底是做生日還是帶小孩 他的這個生日的時候 整個亨利酒店集團 大陸會聽下來之後 好 那個衛超人他開始切蛋糕 所有的兵客一螺框一螺框 好 前面這一排 我告訴你 金馬條 金馬條保安一螺框 一螺框的金條 然後還有什麼 還有人送什麼禮 送的禮物 一螺框一螺框 人民幣 人民幣跌起來 註售是這麼註嗎 對 註售是 後面一排一排 端著人民幣 好 這些錢誰送了 告訴你 當然四大家族的 其中一個衛家家族組長 不然甚至另外其他家 劉家 白家是不是要送 要送 來的時候會講 白家送什麼送的好 匾額 匾額 很多那個匾額 裡面看到那個金 黃金色這些東西 其實有些他不是金漆 有些就直接黃金打造 就整個送金牌 那他過生日的時候 很多 非常多儀仗隊 甚至軍隊還有儀隊 他們平常過生日 好像土皇帝 就是那種覺得說 他過生日好像國王 在過生日那種感覺 好 那結果現在後來就是 他們中國動手之後 第一個他的兒子魏清濤 在中國被捕 被捕之後還發了視頻 說呼籲他的家族 然後不要再做無謂抵抗 趕快開園 趕快把裡面那些中國的那邊 叫去詐騙 趕快放一放 開園放人 然後魏庸現在傳說 他已經逃到新加坡 有幾種說法 一逃到新加坡 二逃到北美 三呢 就是改變身分 躲在還躲在緬甸 他們的整個家族 因為這一次呢 也整個兵敗如山倒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白家 也是四大家族之一 他們生日真的在比排場的 還有比說誰請得到大明星 最近七十歲的曾志偉 可以說風波不少 為什麼呢 九月的時候有傳他來台灣看醫生 因為台灣的醫療真的是好 但最近有傳出一個視頻 曾志偉在唱生日快樂歌 我們來看一下 那這個生日快樂歌是在住誰呢 他是在住白映昌生日快樂 這個白映昌 可是緬北的詐騙家族當中的重要的人士 然後後來香港有傳出來 就說整個曾志偉有入股詐騙集團 但香港警務司已經說了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一個消息 但這件事情是怎麼樣呢 後面再來做判讀 我今天來問各位一個非常嚴肅的一個問題 解放軍大戰瓦格納 各位誰會贏 先跟各位說解放軍海營 發生什麼事呢 解放軍兩百多萬人 現在特戰隊終於找到事情了 現在解放軍的特戰隊 他們就把軍階拿掉 把名牌拿掉 通通都到整個所謂的緬甸去 要打所謂的一個緬甸的四大家族 緬甸四大家族被打到鼠竄 鼠竄完之後怎麼辦 打不贏啊 沒關係 叫瓦格納 所以就發生了很好笑的事情 瓦格納現在要大戰整個解放軍的一個特戰隊 結果那個瓦格納有夠落差的 瓦格納不是二十幾個人去嗎 當場十二個人被抓走 然後十二個人被抓走之後 瓦格納他們在泰國曼谷的辦公室 發信求救 發信求救 就是說我們這些第一個 他們通通都是外國人 你要保護他們生命的一個安全 第二個 他們不是去參加國家的對抗 跟社區 跟整個地區的一個勢力的一個衝突 他們只是去看管車子的一個安全的 你們一定要把他放出來 那到底會不會被放出來呢 各位 現在這個事情沒得完 為什麼呢 剛剛其實瑞德哥有說 現在彭德仁 他外號叫做緬甸民族 民族同盟軍的總司令 下面現在已經說了 治國感的下面的所有的大隊 協防營 警察營 請你們注意 滯留在整個老城區的中方人員 趕快回國 不然呢我們也可以送你回去 第二個 國感現在普通的老百姓呢 要遠離四大家族 跟他的軍事設施 做好個人的防護 不然呢死傷是你家的事 再來這句話很喔 我接受劉家 為家有條件的投降 接受民家到中國去自首 我不接受你投降 你來我就打 然後呢 不接受白家的投降 剛才那個就白印章 這是勸祥書 沒有勸祥書 現在直接要開打 然後白家的人 看情況不對對不對 坐直升機要跑喔 坐直升機要跑 這是遇到整個大家伙 發生什麼事呢 中國特戰隊 用最新的所謂的卡冰槍 用最新的衝鋒槍 連RPG火箭彈都帶去了 他們是所謂的地方的土流氓 土流氓欺負老百姓 應該嘛對不對 可是現在土流氓 遇到中國的特戰隊 這個後面該要怎麼辦呢 所以這件事情 現在先跟各位說 沒完還在燒 四大家族現在開始 細也細得而得 對不對 很多人突然間發現 帳不對 就帳不對嘛 那有些錢不見了嘛 我們現在看這張畫面 這張畫面是緬甸 一二五難民營當中的一張照片 這個女生還蠻漂亮的 對不對 我們特別把他臉馬掉 後面是難民營 請各位注意一下他的皮帶 他那一條皮帶 是法國出名的一個皮帶 那這個法國出名的皮帶 是從哪裡來的呢 有可能是A貨 但最近有一件事很好笑 居然有個女生 被懸賞五十萬美金 五十萬的整個所謂的人民幣 發生什麼事呢 原來他現在詐騙 全世界過去詐騙嘛 現在他居然跟整個四大家族說 我爸爸生病了 你給我十五萬 我要回去整個 去把他的病醫好 結果他們就說 好 給你十五萬 爸爸醫好了趕快回來 結果後面打電話回他老家 他沒有爸爸 他沒有爸爸 所以現在呢 居然敢騙四大家族 詐騙集團現在呢 一般人騙也就算了 趁著你四大集團要導 也騙 所以這個女生呢 現在被懸賞五十萬 為什麼呢 居然敢騙我十五萬 我一定要花五十萬 要了你的命